三條過海隧道將會在12月17日清晨5點開始 實施分時段收費 運輸署星期三見記者解釋安排 私駕車在星期一至星期六的繁忙時間 即是早早7點半至10點3 以及下午4點半至晚上7點 行西隧收60元 紅隧或冬隧收40元 日間一般時間的隧道費 無論是哪條過海隧道都是30元 夜晚非繁忙時段便會減到20元 星期日及公送假期就只分兩個時段 三水或一收費 電單車在各時段的收費都會是私家車的四成 的士及其他商用車輛 全日或一收費不便 比較特別的是 各個時段之間將會設有過度收費安排 以避免有人因價錢突然加速減速 收費會根據車種 每2分鐘上升或下降8毫時至2元 事實上易通行是一直根據收費點 所偵測到車輛資料 及通過時間對應相應隧道收費表 向車輛收取隧道費 駕駛者亦可以在香港出行以流動應用程式 查看實時隧道費 收費點附近都會有個屏幕寫著當刻的隧道收費 駕駛者之間的出行習慣亦有互動性 是會相互影響的 所以我們預期分時段收費實施的初期 過海交通狀況可能每一天都會有些變化 或是會有些反覆的 是需要一段時間就會逐漸穩定下來 他期望新收費可以雙紅碎車輪減1公里 東碎車輪都可以減半公里 另外城巴計劃開辦兩條西碎過海巴士線 配合新收費為市民提供更多公共交通選擇 按照 に行動 CED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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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DABE